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这道题它给了两个数 分别是五次方跟三次方 首先我们先用代数化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数 A它今天可以把它写成X加Y的五次 扣掉X5扣掉Y的五次 这边我们要用二相式定理 展开之后一五十十五一 所以我们扣掉头尾 每一个都有XY项这边可以提出来 那一五四十五一五可以提出来 那提完之后就是剩下的是X3加X平Y乘2 加上两倍的XY平加上Y3 那这两个一组又可以提出X加Y 我们这边X加Y提出来 X3加Y3 这边会变成X平减XY加Y平 那接着这里剩下的2XY 那这边A加Y也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是A的四值 那对于B X加Y的3 减掉X3 减掉Y3 类似的 类似可以提出3XY乘3A加Y 那我们就可以留意到这两个都有共同的像 现在我们来看出一个选项 选项A 这两个除以23的余数相同 那共同的部分不看 我们就只看不同的部分 那这部分你可以把它再整理一下 这边整理合并完就变成加XY 今天想要看除以23的余数 67是69减2 所以同于23是负2 这边是负3 所以我们会有X平加Y平加XY 这边乘上5 会同于23相当于5乘上 负2的平方是4 Y的平方是9 那负2乘负3是6 所以这边乘起来呢 是那个19乘5是95 那95同于23 会于那个3 所以这个是在磨23的时候呢 是相等的 所以选项A就正确 那选项B 要看A的正因数里面的最大值因数 那其实关键呢 也是在于这一项 这一项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变成 X加Y的平方减掉XY 所以呢 我们会有110的平方减掉67乘43 好 这边计算出来之后是9219 这个可以分成 这个可以分成3乘7乘439 所以那最大值因数呢 比500还小 所以B是错 那C小题 我们要估一下呢 A的位数 好 那A 这边可以分成5乘67乘43 然后呢 这边乘上110 这里是那个9219 那这边110乘上9219 这里呢 可以估算 它应该会这个大于10的这个六次方 那这里5420 那这边20再乘上7 A这边也会大于什么 10的这个四次方 因此呢 整体大于10的十四方 所以它是一个十位数 接下来选项D 因为呢 A包含这个9219 那9219含有这个3这个因数 好 所以3有包括了 XY跟A加Y也有 所以呢 这个A就可以被B整出 那选项1 我们看的呢 就是50A 减掉B平 那可以提出他们共同的部分 XY乘以A加Y 那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250乘上9219 接下来再减掉67乘43 那这67乘43是2881 2881乘110 会比250乘9219还大 所以呢整个小于0 所以50A呢 是小于B平方 因此答案是ACD